男生也是會被騷擾 你不要看這個 對啊 那女生對我們頭懷送抱 我們可以拒絕嗎 我們當然不能拒絕啊 對不對 那是一種 享受 喂 開玩笑了啦 所以男生也是會被騷擾 但是喔 夜路走多 你一定會遇到鬼 性騷擾 你說她被性騷擾嗎 還是她性騷擾 我有過幾次啊 我有 我就被騷擾啦 對啊 那女藝人根本我跟她吃過飯 或者一起出去過一次都沒有 嗯 然後同時就兩三個就說什麼 我在追她啊什麼 可能往自己臉上貼金吧 嗯 後來就是道歉了事了 男生也是會被騷擾 你不要看這個 對啊 那女生對我們頭懷送抱 我們可以拒絕嗎 我們當然不能拒絕啊 對不對 那是一種 享受 哈哈哈哈 喂 開玩笑了啦 所以男生也是會被騷擾 但是喔 夜路走多 你一定會遇到鬼 你看我們可以活得開開心 是 我這個也是聽你這樣講 我才知道 怎麼也是很嚴重 對啊 不過因為她也真心的道歉了 道歉了就好了 原諒她 因為可能是酒後有失態或幹嘛 我們就給這個當事人人 人家勇敢的道歉說 對不起 我當時我是因為我喝醉了 我幹嘛這樣 但是我喝醉我就趕快回家睡 對 跟我一樣 對啊 對 當然喝醉不能拿來當藉口啦 所以我每次呼籲大家說 看看自己的酒量嘛 如果酒量不太好的就喝得起 趕快回家吧 對 要有節制好不好 不要夢追酒 越喝越多 到最後想不出事都難 在這舞台就像一個拳擊舞台一樣 你就一定要互毆了 你如果不懂舞台的表演 那就不要去做歌了 但私底下 這次有拳擊舞台 我們兩個互毆打死人 都不用長命 下了這舞台 我推你一下 你都可以告我 這個就是表演嘛 好不好 我們只會在舞台上有這些 下了這個舞台以後 我變成全世界 最正經的人 馬上進入聖人模式 聖人模式 下了舞台以後 喔 筋疲力竟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鍾佩君昨八日晚間 在臉書爆料指控 去年八月被名嘴朱雪橫借酒一強吻 摟爆 還嗆聲反正你明天也不會記得 過程中他雖拼命閃躲 但朱雪橫仁再次強吻 讓他難以忍受 憤怒到不知所措的我馬上站起身說要走了 事發後 朱雪橫在簡訊中 留下切結書 稱對當事人 鍾佩君為當日之錯誤行為道歉 日後也將近一切可能遠離 當事人鍾佩君及其親屬 避免造成任何騷擾 事件曝光引發 軒然大波 他今九日上午在媒體群組 再度發聲 表示抱歉 知道大家今天都有發稿需求 但我昨天的文章已經完整陳述了 我想要跟大家報告的 目前沒有更多的資訊可以提供給大家 另外他也表示請給他一點時間 今天排開工作 計劃跟家人相處 謝謝所有的鼓勵與指教 我會整理好心情恢復工作 絕不會懈怠自己作為市議員的責任 翟神朱雪橫昨日被國民黨台北市議員中佩君指控 去年一次參序中藉著九一二度強吻 對此朱雪橫在直播中道歉 強調完全喝到斷片 沒有任何記憶 沒有足夠的判斷力 針對中佩君的指控 沒有辦法否認 但願意為了自己的錯誤行為負責 絕對承擔所有後果 但中佩君在臉書發文 指控朱雪橫稱 反正你明天也不會記得 中佩君指出 過程中雖然拼命閃躲 但朱雪橫竟再次強吻 讓中佩君難以忍受 憤怒到不知所措的我馬上站起身說要走了 至今 我還是不會忘記 朱雪橫竟然笑著回我 我剛叫的Luber也到了 朱雪橫在直播中坦承 與中佩君飲宴時當天完全喝到斷片 對於發生的事情完全不清楚 我想我沒有辦法否認 因為坦白講我沒有任何記憶 朱雪橫稱都是自己的問題 不會否認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是真的喝到斷片 但這不是發生問題的理由 他承認 喝酒喝到失控是他的問題 對於造成困擾的任何人 都誠懇的道歉 認錯 面對任何的後果 若有後續的法律流程都坦承接受 據中佩君的指控內容 朱雪橫曾清楚表示 反正你明天也不會記得 我剛叫的Luber也到了 清醒的提及兩句話 似乎打臉自己斷片說 中佩君表示事後 朱雪橫在他男友及他委任律師面前 以自己的手機寫下切結書 於2022年8月6日晚間9點40分至10點於聚餐期間 因飲酒行為失控 未經同意 違背中佩君之意願及信任主動搂抱及親吻當事人中佩君 朱雪橫承諾從此戒酒 不再對任何女性有未經允許之語舉行為 日後也將近一切可能遠離當事人中佩君及其親屬 避免造成任何騷擾 沒想到中佩君隔天收到的朱雪橫親筆切結書 硬是少了主動搂抱及親吻當事人中佩君 其律師傳訊要求朱雪橫補其內容 他卻睜眼說瞎話回覆 切結書乃依照昨日版本未有刪減 凡請告知何處疏漏 中佩君強調 朱雪橫刻意刪減的13字 正是最關鍵也是讓我最噁心的部分 想要逃避責任 反悔認錯太快 我當時已經不想再追究 因為我又再次陷入恐懼 如果這件事曝光 別人怎麼看我 選民怎麼看我 所以 我選擇沉默 試圖裝作沒事 自我舔視傷口 不斷找尋燒感 安心 儘量舒適的角度面對世界 直到如今 而朱雪橫之後 在臉書發文 我的確犯錯 也會面對一切的後果 在此向所有被我冒犯的人道歉 後來刪文重發 我的確犯錯 也會面對一切的後果 在此向中佩君議員和所有社會大眾道歉 八毛律師陳羽安說 請問所有人是幾個人 另外 朱雪橫對中佩君做的事情 他認為已經不單純是性騷擾 而是強制猥褻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 脅迫 恐嚇催眠術 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去關巴尼爾南 林志群律師也說 提醒一下 強吻除了是性騷擾外 還構成強制猥褻喔 被告訴乃論之最沒六個月告訴其間問題 林志群律師還寫道 網友 為什麼他要道歉 因為有監視器啊 你以為對方這麼有羞恥心喔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中佩軍昨日在臉書發文驚爆 曾遭政治評論家朱學恆 於2022年時曾借酒意強吻自己 還搶瞎說 反正你明天也不會記得 中佩軍在過程中雖然拼命閃躲 但朱學恆竟再次強吻 讓中佩軍難以忍受 憤怒到不知所措的我馬上站起身說要走了 事發後 朱學恆在手機留下的切結書稱 對當事人中佩軍為當日之錯誤行為道歉 日後也將盡一切可能 遠離當事人中佩軍及其親屬 避免造成任何騷擾 中佩軍強調 朱學恆悔氣切結書承諾 日後也將盡一切可能遠離當事人中佩軍及其親屬 大談特談性騷議題 賺通告費 賺流量 讓我反覆墜入我努力想要爬離的深淵 讓我對毫不知情的節目單位 民眾非常抱歉 中佩軍爆料性騷擾事件後 朱學恆第一時間在臉書發文道歉 我的確犯錯 也會面對一切的後果 在此向所有被我冒犯的人道歉 沒想到不久後他突然刪文 並發布第二版本的道歉文 我的確犯錯 也會面對一切的後果 在此向中佩軍議員和所有社會大眾道歉 網友比較兩個版本的道歉文後 發現朱學恆第一版是像 所有被我冒犯的人道歉 讓不少人質疑 是否如同中佩軍所言 受害者不止一人 有網友說 請問所有是幾個 除了中佩軍還有誰要道歉 要不要一次全部講清楚說明白 要改幾次 朱學恆為何會讓人了長達一年 為透露隻字片語的中佩軍自報此事 從切結書中看出朱違背兩件事 讓中不滿他 背棄承諾 大賺通告費 連網友都看不下去 紛紛灌爆朱的臉書 痛批他有嘴說別人沒嘴說自己 也痛批他道歉還分兩版本 要不要一次說清楚